今天的兩位主委 PP Royal 還有我們PP Anne 以及我們在座很多的PTG 我們的很多的福人的領導人 還有在座的一些福人的新鮮人 跟我一樣 也算是一個新鮮人 非常歡迎你們 也非常高興 能夠站在這個台上 跟大家來做分享 大家很奇怪 我是三年以上 然後不到五年的一個社會新鮮人 是福人的新鮮人 但是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怎麼樣來踩入我們這個福人的大門 剛剛有很多好朋友 在休息的時候跟我說 Jesie OK 我跟你說 我今天不早是因為要聽你說 害我心情很緊張 但是呢 我要讓我們今天在座的所有福人社 來聽到的是 我在福人裡面的感動 今天跟大家講 我怎麼樣來踏入這個福人 剛剛聽到很多三位主角 很多幾乎兩位都有提到 他們因為進入福人是一個意外 誰不知道誰介紹他 他的好朋友或生意的夥伴 把他拉進福人了 但是我不是 我今天加入福人是非常堅定的意志 告訴我自己 我就是要加入福人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二十年來 我擔任我們的福人寶卷 二十年的經歷 我從裡面有獲得非常非常多的感動 這些感動讓我覺得 如果有朝一天 有朝一日 有這個機會 當然這不是預想的 剛好是意外的 我一口氣就答應說 好如果要來傳遞一個新社 我願意成立一個新社 而不是從未新社 我一口氣就成立一個新社 那這二十年來的福人寶卷 大家可能很奇怪 這福人寶卷不就是 吃飯的時候 每個月一次 或者是半年一次 一記一次 你的老公跟你說 要吃飯要吃飯啊 我們快來去 什麼時候去吃飯 吃了什麼飯 其實也搞不清楚 今天為什麼要去吃飯 但是呢 二十年前 應該是現在已經是二十四年了 二十四年前 我的成都福人寶卷是我的保姆社 在創立的時候 我的總經理 那時候是我的總經理 是這個福人社的一個 算是一個 算是一個幫的 就是說他們幾個 三個人一起籌備 那時候我是他的特助 我每天就幫他打什麼 打組織章城 我就想 這個福人寶在幹嘛 怎麼每天都有我的組織章城 叫我幫他打 後來呢 那我總經理就跟我說 啊 Jespa 不好意思 你是女兒 我都會是女兒 我就沒辦法幫你請你寶卸 所以呢 我可以請你老公來寶卸嗎 那時候就有點不服氣 欸 為什麼你們這個組織只有男生啊 好奇怪喔 那時候也沒有什麼福人ABC給我看 所以不知道 其實那時候已經開放福人女社有入社了 不然我就會去爭取 但是沒有 他跟我說我們是男生的社 所以你不能來 你幫我打了那麼多東西 可以來吃飯 一個月我們辦一次吃飯 你就來 那時候就 懷著好奇的心 就來看看 那也是因為這樣的機緣 我現在就成為創設社 可是這二十年來呢 我很努力的在看 因為跟在總經理旁邊 拉拉他沒有多久他就移民了 但是呢 我的另外一個副董事長 也是其他的 就是我們的成都福人社CPX 他是我的副董事長 他也常常叫我去 但是呢 我們還是一樣 只能用福人寶卷的身分來參加 可是有一天機會來了 我記得地區 那時候我的孩子已經錄小學了 地區呢 有一位非常大的大老 我後來才知道 他是非常重要的人士 是大安福人社的ACP Diamond 他就跟我說 欸 Jessica 我一直說 我現在做一個那個福人 我那個農總搞不清楚是什麼 福人 姜婷婷姻 什麼組織 我搞不太清楚 他說 我想跟你學校合作 因為那時候我是家長會的 家長會的成員 那我小孩子在學校裡面 他跟我學校合作 他在做什麼 他說 你想看看 好 他我就想說 那我就去看 他這一年 我過去打電 這個團隊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我說 那好 我們來辦一個福人音樂想念 所以呢 我就跟了 ACP Diamond 我看了三場 那時候我還是寶卷 三場福人音樂想念 第一場在城市舞台 第二場 也是在城市舞台 到第三場 比到大安生林公園 那時候的台北市長 是美酒先生 也都清零 那我們那時候 他跟我講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概念 我那時候小孩的 學校裡面 剛好有一個音樂班 我希望呢 他們孩子 可以把他們音樂 所學的東西 分享給社區民眾 就這麼簡單 所以呢 ACP Diamond 我們來做一些小哭哭 到了第三場 福人的大安生林公園的活動的時候呢 哇 我就看到福人的力量來了 那一場不是只有音樂想念而已 我們還有健保 牙齒的抑震 還有呢 我們還有結合旁邊的路跑活動 我就覺得 哇 其實那一場音樂想念 可以辦得這麼精彩 好了 再二十年來 又有第二場的一個機會 他說 這是跟我說 我還要辦一個法治教育 法治教育 我說 什麼時候法治教育 要怎麼到三天 他說 我要去你學校 你看看可以跟我練習 他說 還有這個外教 各位你知道 你在學校裡面 他每一年的審視率 其實一學年一寫許 都已經排好了 可是那時候我就想 哇 如果是要這樣子的話 我可能要想想 怎麼跟校長說 跟我們的主任說 欸 可是我也把他 帶進我們的學校裡面 讓他來開啟這個法治教育 欸 經過了第二二十年的寶卷的時候 有一天呢 我們成都保護社的 社長就來找我說 他就說 有你去訪結衛星設了 我說 沒有啦 我學校很忙 真的沒有空 但是他說 沒有沒有 真的你要來弄 我說 好吧 我就開始想想 我有什麼好朋友 就開始把這些好朋友設計進來 說好 那這樣好了 我們直接成立夫人設好了 就這樣我誤打誤撞進來了 再來就是 這裡面的感動裡面 除了這兩個活動之外 我參加這個福人友誼交換 也是另外感動 我要謝謝就是地區 有這樣福人友誼交換的機會 那今天我也是擔任地區 三四八二地區的福人友誼交換的主委 那第一場的福人友誼交換是去阿拉斯加 我就想 哇 參加福人社還不錯欸 還可以去別的地方參加了那個福人社的例會 還可以住到人家家裡 還可以請那邊的福人社 帶我們去玩去見識 甚至參與他們那時候有個Footbank 就是一個食物銀行的一個服務 我也去了 好 延續幾場的福人友誼交換 包括跟PTG Jump PTG Medicare 一起去參加社會業的福人友誼交換 我突然覺得這個福人社實在太精彩 太美好了 再來就是參加那個我們的 剛剛那個我們前一個 PTG Nielsen展道 青少年的福文的部分 我的孩子 我有三個孩子 我的兩個孩子 那時候是第三個還沒生 兩個孩子都參加我們的青少年交換 我記得我在創生那一天的說證典禮上 我跟大家分享 我是因為孩子在國外的時候 當他站在別的福人社 分享他的福人 為什麼代表台灣來到這個國家呢 然後能夠舉著他的旗子 在海外參加這個福人活動的時候 我剛剛看到照片的時候非常感動 因為那時候台灣也大家也知道 我們有一陣子是有被打壓的 我們很多場的 是沒有辦法把我們的國旗 收在上面的 但是我的孩子可以 因為這樣的一個計畫 在遙遠的國家裡面 把國旗很大方的拿出來 很努力的介紹台灣 我就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團體 因此呢 我從2013、2014年 創立我們的台北移動福人社之後 在2015、2016年 也協助我們社 來成立我們的福星團 同時也參與 自從卸任了第一屆社長之後 地區有任務 我就幾乎惡化不說的接任務 其實很辛苦 但是我覺得就是樂在其中 那剛剛那個總監JP有提到 那個兩大很恐怕的那個委員會 對不對 天香英語服務嘛 還有我們中高齡 我都有參加 但是 還有阿娃妮對不對 真的很棒 那我禮拜四才辦的第一場相見歡 天香英語大嫂 學辦的第一場的相見歡 很多朋友的好朋友都說 甚至我的新社員都說 你哪有時間 剛剛那個 那個一位講師PB 那個Peter講到說 你要做好一些時間管理 那個PB Frank的講到說 你要做好時間管理 你怎麼樣分配你的時間 其實在準備這個偷影片的同時 我已經 又在頭戳那一場相見歡 真的是非常非常忙 那我學校還有加上會要開很多的大會 那在這裡呢 因為這樣子而進入福人 所以各位 我們來看看 到底你成為一個福人社友 你怎麼樣來探索這福人裡面的樂趣 探索裡面給你帶來的一個人生的改變 因為我們的標題裡面有一個就是 享受福人改變人生 從進來以後 我就開始 每一天甚至每個月立會的時候 我都會看 停下來看看 我們今天的立會模式到底好不好 那我去參加別人的立會 甚至參加我們七分區 我們那時候是七分區 現在是三分區 有時候的立會的時候 我會去想 到底這樣的立會 是不是我要的 那如果我是一個 坐在台下的聆聽者 我能不能從今天的立會裡面 得到我今天想要的收穫 也許呢 今天來只是聽演講 也許今天來能看到好朋友 等於我跟他聊天 可是呢 我能不能從裡面找到我要的東西 所以 讓自己能夠 在座有幾位 應該還蠻有 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新社員 你每次去立會說 你要停下來看看 你這個福人社在做什麼 去想想 這個福人社到底為什麼 他今天要唱歌 剛剛好 講到為什麼福人要唱歌 原來一開始 大家早來早去 唱個歌快樂一下 緩和一下氣氛 再來 看 看什麼 看別人在做什麼 為什麼今天 一群這麼社會成功的 社會的領導者 社會的精英 甚至社會的頂尖的人士 能夠集結在這個平台上 一起做一件事情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我就會去探索 為什麼他們要願意這樣做 一定有一些收穫在裡面 我們才能夠讓這一群人 願意坐在這裡 願意在這個平台上 為了一個目標 為了一個計畫 而共同來投入 那就是每一個新社員 你要去想 我進來了 竟然有這一下門幫我打開了 我竟然已經進來這個福人社 我能不能看到什麼東西 其實我沒有看到的 也許剛剛看到很多文字上的東西 那你有沒有真正去感受到 你有沒有真正感動到 我記得我們移動福人社 剛剛總監 Skin有問說 每個社有沒有新社員教育訓練 我們社有 我記得我們在去年度 辦了一場新社員教育訓練的時候 我們的分享人安東尼 他給大家的是一個福人感動 他不是很自私的告訴你說 我們今天要來幹什麼 I'm sorry 那一場裡面大家都會覺得 原來福人社可以用這樣的不同方式 來看待他 如果有機會 我可以再邀請我們安東尼 來跟大家分享 再來 聽 剛剛有很多福人前輩 來分享他的福人人生 也有很多計畫 可能是你要的 我當時在成立移動社的時候 我的成員來自於各大學校的會長 家長會會長 因為我本身是家長會成員 那時候我就想說 這一群會長都好愛做服務 又好愛捐錢 可是怎麼樣讓他們有一個共同目標 把服務擴大 也許我當時在當家長會的時候 是因為學校還是在裡面 但是我今天有沒有辦法把這一群人擴展 把這個服務變成剛剛講的超我服務 因為我的孩子可能沒有在裡面 可是我可以把我的服務擴得 擴進更大更遠 那怎麼樣來聽聽看別人怎麼做 從裡面一定有一些收穫 那最重要當然一個薪水最重要是要 你要出席 你要參與 如果你看到字眼 你絕對不會有任何的 任何的感動 你一定要去碰觸 你一定要去出席 一定要參與 你才會知道說 人跟人之間 其實有很多東西是文字 沒有辦法去傳遞的 那 好了 社員進來了 我們在一個社員 福人室的平台上 怎麼樣讓社員喜歡上什麼福人呢 我用了那個 我們醫生看診裡面的幾個 望聞問切 應該最後一個是叫對症下腰 但是我們沒有對症下腰 我們用對方 新社員來了 我們去看看 這個新社員 他的資歷是怎樣 他過去的經驗是什麼 他今天為什麼來我們社 可能他是來自於 我有一個新社員今天也有來 他當時就是跟我說 就是因為青少年交換的這個平台 他加入福人社 那加入以後他覺得非常大 所以他今天又跟我說 我再介紹一個 他也是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來引見新社員 因為他從福人裡面 看到他的孩子的成長 所以他願意再介紹新社員進來 那我們呢 一個在裡面的社員 怎麼樣照顧這個新社員 除了看望他 他今天來福人社的需求是什麼 剛剛有人講 可能他是要有生意 我們怎麼樣的機會 讓他來介紹他的職業分享 所以我們社對每一個新社員 我們都會安排他職業分享的機會 在他新入社的這個年度裡面 我們盡量讓新社員 有機會來分享他的職業 再來就是問 你要去看看 他今天聽聽他的聲音 是快樂的還是悲傷的 去瞭解他今天 這一個禮拜來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社呢 只要我們的社友 甚至是他的家人 他的孩子 有喜訊 有任何事情 我們都會在我們的社刊上公佈 那每一 我們現在因為LINE很方便 我們就會在LINE尋求裡面 互相祝賀 互相分享 那大家可能覺得 哎呀 太囉嗦了 其實不會 因為你會感受到人跟人之間的溫度 你跟我之間不是只有為了做服務 為你勸錢這些事情結合在一起 我們在這裡 我把我們的社友當作家人一樣 我們共同來關心你 關心你的生活點點滴滴 所以一旦有家人有什麼事情 我們一起在平台上分享 好 問 你可以問問 我們會組成 每一個新社員 都是不是都在那個社友的 入社申請檔上 會有請你寫你的輔導員是誰 那你的輔導員能不能 爭切每一個 在他剛入社的前兩年 事實的每個月或每一季 然後問他說 你進來了 那你有沒有什麼 疑問 或是你不懂的地方 我們來看看怎麼協助你 來了解我們 甚至來加入我們 來融入我們 這個就是我們要組成這樣一個團隊 來協助我們新社友怎麼樣 來進入我們的社友 來進入我們這個福人領域 好 切 萬一碰到那個社友 怎麼這一次你都沒來了 你要去關切他 怎麼樣 要去問問看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是不是他工作太忙了 融入出時間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方法 我最近在想一個方法 因為我們是實體社 我們不是網路社 我一直在想說 那個遠距的那個 我們有一個社友 在英國 可以派到英國去 那有個社友是到在紐西蘭 我一直在想說 怎麼樣在帝會的時候 把他們拉進來一起帝會 我有嘗試問一下 我們中程網路社的CT Andy 你們那個網路福人社 是用什麼系統 那早期他跟我講的系統 是可能要花比較多錢 那最近他跟我講的那個 Zoom系統 我覺得還不錯 好像不用太多錢就可以了 我最近在思考這個問題 怎麼樣讓 萬一你是出差了 你在大陸或是你在國外 地會時間到了 我有辦法讓你 也能夠加入我們討論 讓你跟我們之間的聯繫不會間斷 這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想法 那有沒有辦法讓你的社友能夠 然後即使在海外 他能夠隨時都能夠關心我們社 也能夠加入我們社的共同的議題 最後是用對方法 為什麼用對方法 每一個人來都有不同的需求 可能他要欣賞臉部 可能要做生意 可能他是想要休息 剛剛有 我來這裡休息 他可能律師打官司打得太累了 進來去府人社就可以來這邊休息 其實我以前看到城東府人社有一個 這個婦產科醫生 我每次 我很少去 但是我去的時候他幾乎都有去 他都比較晚到立會 可是他就立會開始的時候他會到 吃飯時間他都來不及 因為他婦產科醫生很忙 後來從側面知道說他來這裡真的是休息 因為婦產科很忙 要照顧孩子要開刀 要早期接生 他是台灣非常有名的一個 劉柯高院副採科醫生 非常有名的權威 他說後來我又碰到一個醫生朋友 他跟我說他的世界很小 我說為什麼 他說他的朋友都是醫生 他不知道社會上還有其他職業的人 因為他都沒有接觸過 我只會不知道說不知道他們在做些什麼 可是他有一天發現 福人社是一個非常好的平台 因為我們是有不同的職業的人 來加入這個平台 當他來 他就突然放鬆來學習 他跟我說他來學 我說醫生 你已經很學位了 你要來學習 他說沒有 我對很多領域什麼光電 我完全不知道 什麼網路他不會 什麼現在新世代的想法 他完全沒有辦法 融入 可是他來了以後 他覺得 他可以看到每個人精彩的領域 他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棒的平台 所以他願意 其實他很忙 他還是願意來加入福人 這裡是不是他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照顧新世友 我們有沒有辦法說 看到他到底真心要什麼東西 我們把他導引進來 我們來做一些分享 把每一個室友當作你的家人去思考 他到底在這個福人社裡面 他想要的收穫是什麼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透過我們這個平台 可能我這個社沒有辦法 可是我透過這個平台 透過分區共同的參與 透過我們整個地區的共同參與 能夠讓他達到他想要學習 或是成長或是參與 或是有餘的等等 那總監呢 大家要給我說 希望我來講 來分享這一場的時候 他說 因為我是女性社友 我真的要謝謝 1987年 本來有更早之前 1978年的時候 那個多阿德的福人社 要引進三位女性福人社友 被拒絕 然後RI進來把這個福人社 撤銷他的資格 這是一個非常不可思議 對我們年輕人來講 不好意思 我真的講自己年輕人 對我們年輕人來講 不可思議 怎麼會把 因為要引進女性社友 而把這個福人社 取消他的RI資格 可是我覺得這個福人社 他超厲害的 他願意去Fighting 他願意去爭取 所以在1987年 立法會議 就開始去討論這個問題 終於在1989年同意了 讓福人社友取消男性 這兩個字對不對 我們今天才能夠站在這邊 總監說 那你們知道 到底這個女性社友加入福人社 真的很困難耶 因為現在的 站不到三分之一 整個女性社友不到三分 二十幾% 對 那所以呢 為什麼女性社友會奏現呢 其實在這裡面 有很多非常優秀的女性社友 我想最重要的煩惱是家庭 怎麼樣家庭兼顧 那我建議大家用的方法 你讓家庭來參與 你記得你在家福人社的時候 我們今天下午 剛好我們福人社有一個社區服務 跟我們的福星團結合災情的社區服務 通常呢我就喜歡 在我還是寶券的時候 我的先生在參與社區服務的時候 我都會拎著我的孩子去 因為我讓他知道 人生在做什麼 他真的是在做一些社區服務的東西 他也許去解解垃圾 他也許去看看中途之家 可是呢 他都會對他的人生有不同的影響 所以呢 我建議如果如果你是福星社友 你當你有福人的活動的時候 你把他拎過來 把你的家人帶過來 把你的尊倦也帶過來 你的尊倦也看你這麼投入福人 他也會懷疑為什麼你這麼投入福人 那最後你的尊倦也可以引進來福人 再來就是職業分享 很多成功的女性 職業非常忙 剛剛那個 我相信我們兩位的主委 PP Royal跟PPM 都是優秀的職業的 在職業領域非常優秀的職業領導人 可是他們還是能夠挪出時間來 參與福人 我相信在這個領域裡面 比如說以PP Royal 甚至我們DGE 我們Nelson 在法律上是一個非常專業 可是福人需不需要法律 需要啊 我們記得那個DGE Nelson跟我說 他有一次啊 幫那個福星團 被要出境了 已經要回國了 被 已經要過海關了 被叫回來 說你不能回去 一個交換學生 已經結束了活動計畫了 準備要回國囉 到海關被趕下來 你回來 你被限制出境 這時候我們都很緊張啊 你需要我們福人的專業 要 要懂福人的人 又要懂法律的人 我們的Nelson DGE Nelson 就調出來 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你可以透過你的職業分享 讓你的這個福人社 跟你的職業來做結合 再來就是共產福人生活 我想如果你只是自己參加福人 然後把老公小孩都在家裡 可能你的家人可以抗議 但是如果你能夠把他們帶出來 一起來加福人 然後讓福人社多拜一些家庭的聯姻活動 是讓你的家人共享的 我相信你的孩子都會知道你在做什麼 然後再來就是看到他們兩位站在前後 我就很緊張 還有五分鐘嗎 OK 好 我想呢今天是新社員教育去研習會 那最重要是要有新社員加入 怎麼樣來介紹新社員很重要 當時剛剛那個坐在我旁邊的 北門社的社長 我跟我說 欸 你創下來的人都你叫 你叫他嗎 我說 對啊 每一個都你叫 我說是啦 真的是 他們覺得不可思議 你怎麼會認識這麼多人 我說其實我身邊 那時候請他們來吃飯 不下一百人 然後真正留下來了 可能 不一定會是他要的 或者是他喜歡的 可是沒關係 我這一群我還是繼續在 跟他們溝通 好 我用什麼方式 我 我用一個 欸 美好生活的分享 我做到最近 我還是跟我的好朋友 在分享我的美好生活 我的FB 上他們查看 鄭妮 傑西卡 真的很忙欸 每一次都辦那麼多活動 欸 可是呢 我有一個非常 兩個非常好的閨蜜 沒有跟我說 我一直要讓他們進來 到現在還不進來 以前我對夫人生印象不好 都是吃吃喝喝 可是我從你的FB看到 你很少吃吃喝喝 是因為吃吃喝 我都沒碰 因為吃吃喝喝已經很重要 我說 他說 我從裡面看到的每一張 都是在做服務 然後呢 都看到你們都非常開心 因為我一定會把幾張 快樂的照片放上去 他說 欸 那這是那個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呢 你怎麼樣來介紹你的心事 你把你美好生活來分享 再來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 當你把這個夫人品牌 介紹給你的好朋友的時候 你就是成為 你彼此之間生命中的貴人 因為他們帶給你的享受跟 學習跟成長是你沒有辦法 在這個階段可以去預測到的 然後再來就是 我有時候常常會跟我的好朋友講 我說 服務人 我以前最佩服他的地方就是 我一個人人力有限 我今年可能只能捐一萬塊 我今年可能只能捐十萬塊 可是呢 服務人可以捐獻更多 我記得我們 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有很多災區需要重建 我們透過服務人平台 引進非常多的資源 然後透過國際服務人 有一些資源可以引進來 快速讓台灣協助 來重建我們的災區 同樣在日本 三三一地震的時候 我們台灣變成給的人 對不對 所以日本的服務人 對我們台灣 更加的更加的敬佩跟友善 這就是一個人力量沒有辦法達到 可是你透過這個平台 你可以分享更多 你可以做到更多 你可以集結更多的力量 單單聽像英語 一個人覺得不可能做到 可是因為有這個平台 我們可以集結 你看台北市新北市 就我們的區域範圍裡面 全省還有很多地區在做 偏山運 我們可以讓大學辦高中生 跟小學辦結合在一起 發揮他們的所長 來回饋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不可思議的一個平台 那再來就是開闊國際視野 我的最大的快樂出來是 我們服務人有一交換 我發現去到國外以後 你可以在用台灣 拿著你的國旗 拿著你的社群 在服務人立會裡面呈現的時候 你知道那種感動 是你沒有辦法用言語去形容的 所以呢 我會歡迎你說 你在介紹你的心設有時候 你可以跟他講這些好 好處的地方 那最後呢 我要跟大家講 我在服務人裡面的成果 雖然就是來自這些服務人的核心價值 我從臉書裡面交到非常非常多的好朋友 那服務 真的沒有辦法說明說 服務是來自於我們每一個微笑 每一個感動的收穫 你會發現說 你的人生裡面透過服務 你的生命會更加的不一樣 再來就是 這是因為是一個正直的一個團隊 剛剛有講到那個飯堡不能進來對不對 我們叫我們是一個正直團 對我們這樣的共同的理念之下 能夠結合彼此的力量 在這個團隊裡面 朝著我們今年度用作的一個計畫來前進 那當然它是一個多元 因為我們來自 所有事有來自不同領域 這麼專業的一個前輩在這邊 各領域的專家在這裡 我們可以學習非常多 那最重要的是學習領導跟被領導 領導很多人當自己是企業家的時候 可能在公司大家都會聽你的 沒有錯 因為你付薪水給你的員工 可是當一群人 大家都是領導者 聽你在這邊指揮的時候 你用什麼方法 你要用不同的智慧來帶你這一群優秀的領導人 來領導這一年度的活動 這是非常大的學問 那在最後我最大失誤就是 從裡面做中學學中來成長 好 學習跟成長是互相的 那最後呢 時間也差不多了 到了 我要祝福各位 因為福倫改變你的人生 那也讓我們的彼此生命 成為一個富足的人生 謝謝各位